看一下,以刚刚的问卷结果,至少知道一下 那可以看得到,这边总共有8位同学填的问卷 那其中的话,62.5%的同学是选了入门 OK,所以显然超过一半以上 然后再来的话,25%的同学是选进阶 然后呢,有一位同学是选高阶 所以这个可能落差会有点大啦 那假如说你程度相对比较好的同学,或许我云端上面还有其他练习题 假如说你觉得我讲你会的,那没关系,你可以再往前推进,没关系 甚至你可以做其他题目,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再发问 OK,随时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你马上可以 也许 在右侧有那个讯息,你可以敲 要不然的话,你随时可以把麦克风拿起来 你随时或者取个手,其实我都可以 随时 给各位解答啦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函数有几个 最多人选的是20到50 那这个其实不是 20到50,会不会 同学选这个主要原因是不是 这个平常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选正确的应该是这个 这两个同学 大概其实250到300 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OK 然后 那你想说,老师那如果 假设有一些功能 我要,但是里面没有的话怎么办 那这个当然你就是自己要 写VBA程式啦 OK 为什么需要了解VBA 那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因为现在 在很多功能 其实Excel里面没提供 那没提供怎么办 那你其实不是要土法链钢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VBA去补强 这个部分 另外的话 因为现在工作的复杂度越高 所以其实以前可能不需要那么复杂 没有,我们大概会用几个函数 大概就绰绰有余了 可是现在没那么简单 OK,因为工作的复杂度太高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 资料量 大数据时代 其实大数据 的特性 其实第1个当然就大了 什么叫大 其实人工无法处理 的资料量其实就大了 第2个的话 资料的种类也非常的繁琐 第3个呢 就是 资料的变动也非常快速 所以 如果假设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 在处理资料的话 那你可能会永远处理不完的资料 那效率当然不可能提高 那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第1个好像大家对后面部分比较 感兴趣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我是建议就是按部就班 为什么 因为 建议就是先从小范围 慢慢再扩大到 大范围 然后再扩大到 就是 工作部 其实 以Excel里面来看 它的基本单位就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格子 再到一个范围 再到蓝列 OK然后呢 就是一个工作表 那再多个工作表 再来就多工作部 OK 所以 我们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 会按部就班来完成 OK 然后 还有同学是 其次的话是 制定函数 这个我们会讲比较多 其他的话 同学比较有兴趣就是 VBA的表单 或者是说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 多工作表 那当然这个在进阶课里面会讲的比较多 就是有关 工作表的合并跟分割等等的相关问题 OK 其他好像有同学什么 目前懂Python 但不懂Excel 这个有同学是刚好颠倒学 反正相对的Excel其实是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视觉化看得到 Python的话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写程式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处理的资料相对是 比较少 比较 没那么复杂的话 其实相对建议还是用Excel 会感觉 会简单许多 那为什么来上这个课 其他同学都是因为 单纯对Excel VBA有兴趣 OK 工作上需要 那怎么得知 有安排就来 一半一半 OK 其他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轴 所以 刚刚有提到REPT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REPT 这个公式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公式来不及记的话 那你们可以再到那个云端上面 找一下那个云端白板 里面的第1个 第1个资料 第1个文字语字函数第1类 然后里面的文字语字函数的那个 函数程式 里面的话呢就会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REPT的公式 所以刚刚看到公式在这里 那我是建议 像这个公式 尽可能的就是 了解它的一个 公式的一个执行的逻辑 还有它的一个步骤 那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重点 你都有掌握到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很快就可以把那个REPT这个函数 快速的了解 那首先当然我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先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类别 先按照类别 再去找那个函数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所以哪一类 文字类 然后呢 哪一个 那因为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REPT 那再来其实你们可以 再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相关的叙述 因为在这边的话 它后面的话其实会 问你说 你需要几个参数 那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Test 哪一个文字 所以是重复 什么文字 NumberTest的话 指的是重复几次 底下有一个说明 你们也可以看 甚至底下有个函数说明 只是这个官方的说明 写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善 所以当然 是蛮好的一个参考 你们也可以直接点 点选函数说明 里面也有相关的说明 你可以参考 OK 然后呢 我们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公式打上 把需要的资料填上去 我要重复是新号 所以新号在哪里 新号在C1 那几次呢 根据销售量 帮我除以100之后 的整数位 所以外面包个RNT 然后呢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几颗星 比如说100 158 去掉58 就100 就给一颗星 那向下填满 因为呢 只要是向下填满的话 那他的列号 就是后面那个数字 会加1 所以呢 我就把他怎么样 我就把他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他就固定住了 那如果你将来向右填满的话 那前面这个缆会加1 不是加1 应该是向下一栏 所以向右一个就C就变D D就变1了 那如果你假设要固定在C的话 你也可以一个方法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钱的符号 就OK了 那你想说 其实常常各位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 有的人呢 就是说呢 不管 是向下还是向右 反正他就是两个都加 那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跟各位讲 严格上来讲 执行不会有错 也就是说你这边加 按向下填满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错误 但是跟各位讲 我 比较 建议就是说 你还是 彻底完全了解 因为你加了 其实没有必要 我是建议 这个其实可以不要加 因为加了等于多余的 我是建议还是不要加 会比较精确一些些 OK 向下填满就OK 那刚刚还有LEN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三个串接之后 得到一个正确的手机号码的话 那应该怎么利用 REPT加LEN来完成 首先特别注意 我们用AND符号串接 所以 游标放在14 2 把游标放在上面 输入一个等号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那09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就是 前双引号 然后09 后双引号 不过就有同学说 老师明明0跟9是数字 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如说 数字的话 没有0开头的 所以如果09的话 理论上你一定要把它当文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 前后 一定要加上 双引号 表示 它是文字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没有概念 然后串接 串接A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这个 当然你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有没有09 OK 后面呢 如果再继续的话 再AND 一个-的符号 再打勾 OK 然后再AND 假设是AND区 AND 然后AND什么呢 AND这个 G4好了 打勾 8 不对 少一个0 那怎么办 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这边补一个0就好了 如果你补一个0 这边是OK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填满 其实空点点两下 那你会发现 不对啊 这底下变成4码 为什么 因为它原来是3码了 那你给它补一个0 不就变4吗 所以 如果你要补0 必须有条件的补 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它里面的数量 是 在小于3 的状况下 然后会需要补 所以你要算里面有几个字 怎么知道里面有几个字 当然我们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 文字里面有一个LEN OK LEN嘛 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 我就把这个里面的参数 给它 拿一个 这个 帮我算一下 里面两个字 3个字 可是如果要补几个0怎么做 其实我可以 用3去减 3 减掉LEN 打个勾 有没有 那这个显示出来的结果 意思就是补几个0 有没有 这边0嘛 就不要补0的意思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补几个0的讯息 把它 加到这边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叫 补几个0 就用REPT来补几个0 REPT的话呢 就是 我们 第一个是补0 0的话一样记得是 文字 TEST 所以记得前双引号 加一个0 再加一个后双引号 反正呢 你只要看到TEST 就一定是文字 那文字的话 记得 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 那LUMBERTIES的话呢 就是 根据什么呢 刚刚减下的公式 3 减掉LEN G4 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它里面 假如有两个字 那用3减掉之后 变一个 所以补一个0 所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喔 向下填满 它就会出现 如果要补0 补几个 补一个0 底下 不用补0 这边要 补一个0 OK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需要补0的部分呢 再把它补上去 接下来的话 当然 我们如果说要把 这个公式 放到这边来的话 其实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 N的G4这边 改一下 就是在这边打一个 REPT 然后前刮糊 补什么呢 补0 逗点 用3减掉 LEN 前刮糊 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OK 然后后刮糊 就是 LEN的后刮糊 再一个后刮糊 是REPT的后刮糊 打勾 OK 好 那前面这个 这个0就要把它去掉 因为不然的话多一个0 减0 你这个0把它去掉 意思说补一个0 然后面的话呢 大家记得在AND什么呢 AND 再把G4里面的84 补到0的后面 所以084 所以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用REPT配合LEN的话 那很快就可以做出 3码 的这个结果 那如果后面 区码跟末码的规则是一样的 所以 公式可以不用重打 只是要怎么样让他可以快速完成 其实很简单 减 后面再加上那个区码 把区码的 储存格位置 改成末码 所以你可以 把公式AND- 一直到后面这边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再贴到后面这边来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打勾的话 他会变成084 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边的G4改成H4 改成末码就对了 那这边一样 G4 把它改成H4 好 那反正呢 他一样嘛 用3去减掉里面有几个字 一个字 所以两个字帮我重复 两个0 再跟他原来7串在一起 那就是007 所以打勾 有007 再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公式 True 完全正确 最后当然呢 你就可以把这边练习的公式 全部都把它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是选到底的意思 按Delete 这样就OK了 好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这个 逻辑 是有一点点 稍微转个弯 因为用3去减掉L1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可能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你想说 老师这个有点 有点 不太好理解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更简单一点点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有 待会再跟各位讲 如果公式假如你来不及记 一样 请你到云端上面 找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个 第3页的地方 这边方法1里面就有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找一下 这个部分 然后试着跟着 做做看 OK 把画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好 好 好 arbete 我 已经有了 好 好 来 装